这是戏狗和肌肉猛烂的巅峰对决 他只凭着声音 就一击刺穿了强壮的肌肉怪物 可惜帅不过三秒 肌肉怪物吃痛发出一阵怒吼 拽着瞎眼怪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扯了过去 接着拥尽全力 一拳把他垂进了墙里 煞时间整栋楼又开始摇晃 姐姐趁热拉着弟弟跑到了15楼 试图寻求大人的帮助 可这里 哪里还有一个活人 不落实 怪物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只见那肌肉怪物拖着已经干扁的瞎眼怪 缓缓地追了过来 他拎起瞎眼怪的身体 一脸不屑地随手一甩 瞎眼怪像断了线的风筝 直直地飞下楼去 肌肉怪一脸坏笑 看着眼前的蛋白质 一步一步地向姐弟俩逼近 就在这时 一阵抽轮声响起 一个推着婴儿说的大神 一脸茫然地路过这里 他拦在肌肉怪身前 抬头望着如山一般的怪物 不要欺负小孩子 可以吧 可肌肉怪物哪里理会他的祈求 一脚先飞着他 看着散落在地的婴儿车 大神的思绪回到从前 原来一年前因为疏忽 大神的孩子意外去世了 他接受不了现实 依旧每日推着空的婴儿车安慰自己 直到几天前 脑海中出现一个声音后 他的孩子奇迹般地回来了 可今天 他的梦再次破灭了 接着怪物一脚踩碎了婴儿车 大神哭喊着我的孩子 接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继续挡在孩子们的面前 我们此时刚刚跑上楼来 下角看见这可扑的一幕 那怪物挥起拳头 一拳把大神轰在了地上 我招呼着孩子们快跑 等他们安全后 就快和我们直面这肌肉怪物了 看着他一步步走进 见识大哥问我这东西要怎么挡 鬼 鬼知道这东西怎么对付 眼看肌肉怪举起手臂直奔我们而来 避充烂在地的大神 却闪电般地飞起 扭曲的身体盘踞在怪物头上 一双流着血泪的眼睛 愤怒地看着那怪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